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因为今年和去年我经常会在这边 我们很开心会看到心经简林 因为在山顶的时候 基本上如果到终点 你就会看到 代表你的行山路程就远了 就可以回到市区了 其实这个很神奇 因为整个路径 都是一个无限的 好像八字形的符号 其实象征着无限 可以有很多无限的东西 可能你在里面可以有无限的能力 有无限的宁静 看看你能够得到什么 这里 其实我们来到这里 旁边已经是心经简林 这里是一个入口位 有一个地图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Infinity的形状 就是一个无限 象征着无限的意义 他这个就是一个大师 就是妖宗二教授 去刻上去 就是他的心经 刻上在那些木 每一条木 就大概八至十米高 所以在很远 你都可以看到 他看下去就是 虎陷图那样看 就是一个挺宏观的一个状态 但我真的没见过 在下面那样看上去 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试试了 是吗 你有没有突然间觉得 拿到这个无穷的力量 直接像天地灵气的感觉 是吗 我立刻 避一避后 放我出来 哈哈哈哈 我非常建议 建议路线就是游市集 然后慢慢就可以 在这里去看天壇大佛 之后就可以去预约 这个叫吃这个齋 然后就去心经简林 其实基本上 你一天在这里都可以玩 我挺建议大家 可以两三个一起 享受一下这个 即是远离一下市区 因为始终这里都比较安静 那其实呢 还可以加上东西 就是大家可以行山上来 可以很健康地度过这个周末 其实我觉得这一群情侣里来 都很不错 所以都非常推荐大家 可以来这里 就是体验一下 本地香港的一个很特色的文化 作为香港人 没有理由不过来的 对吗 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下个周末再见 Bye 那有个分兴的提示 就是这里的尾班车 应该大概是5点多 还是6点 所以大家一定要计算 因为如果不然 这里是完全没有车 可以回到市区 那就要确定时间 这里回到东涌 大概是200元左右 我记得 因为我 就走下去了 什么 走下去了 是走不到 因为夜晚这个是勁级大帽 而且真的很远 即使都要200元 那你想想 如果有人走的话 就 就加油了 大家 方家做什么好 当然是参加我们的 二和团二工活动 可以亲亲大自然 又可以一起 为我们的香港和环保 出一分力 还等快点inbox参加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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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